第31题,小如在实验室中拿了甲乙丙三种透镜,经过透镜观察课本中科学两次如幼图所示,则哪些透镜具有汇聚光线的功能? 我们知道具有汇聚光线功能的是透透镜,而我们知道凸透镜的成像可以成为一个导力缩小的实像,也可以成为一个导力放大的实像,也可以成为一个阵力放大的虚像,那么我们的甲所显示的是一个阵力放大像,我们的凸透镜可以成为一个阵力放大虚像,所以甲可以是凸透镜, 乙成为的是一个缩小导力向,凸透镜可以成一个缩小导力的实像,所以乙也可以是凸透镜,并成的是一个阵力缩小的项,只有凹透镜会成为一个阵力缩小的虚像,那么可以表示并不是我的凸透镜,所以31题问我们说,则哪些透镜具有汇聚光线的功能?我们答案选的是B-E